作为德云社非物质文化遗产 侯振可以说是德云社最悠闲自在的一位了 作为相声大师侯宝林的长孙 侯振却不喜爱相声 唯一独喜爱吃和游戏 虽然不喜爱相声 但深受相声行业的熏陶 所以绍侯爷的相声功底也不差 特别是在跨年演出中 多拉A梦版叫小帆 惊呆了一众网友 台上的人都笑翻了 郭德纲也忍不住评价一句 好没羞没燥 不得不说郭德纲对于侯振 还是非常宠溺的 其他人忙着说相声的时候 却允许他沉溺于吃喝玩乐 还陪着侯振一起玩游戏拍广告 特别是作为暴墓员的侯振 曾经在一场大型演出中 因为玩游戏而耽误了暴墓 却只罚了50块钱 要是别的演员怕是早被换掉了 而在今日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侯振又在后台玩起来手机 而且是当着师傅石副宽的面玩手机 视频中石副宽老师正跟徒孙冯兆 在畅快闲聊交流相声艺术 很多网友猜测石副宽可能正在给冯兆兆说活 因为从网友曝光今年的天津相声节目中 石副宽与冯兆阳孙岳同台演出 特别是石副宽老师戴着墨镜非常有喜感 让大家特别期待 而视频中的于谦正盘腿坐在沙发上 正在一脸陶醉的吞云吐雾 可能也是没有发现有人录像 千尔大爷表现得十分真实 一旁的孙岳和孟赫堂也在认真的 听着石副宽老师讲活 看到手机转到孟赫堂的时候 孟赫堂还细心的把烟藏了起来 脸上露出了一个尴尬又有礼貌的笑容 充满了求生的欲望 而在一旁认真玩手机的侯震 也是没有发现录像 盯着手机的坐姿相当接地气 在德云社后台跟自己家炕头没两样 不少网友都纷纷喊话郭德纲 称侯震又在后台玩手机了 当然怕是喊话也没有用 毕竟看样子今天不用报幕 不说郭德纲老师没在 就是在的话 怕是侯震也是照玩不悟 不得不说有师傅的陪伴是真幸福 石副宽带定为自己的徒孙说活 让人感动 也看得出来 于谦是真的喜爱孟赫堂 到哪里都带着他 最幸福的可能就是冯赵阳了吧 去年石副宽就带着冯赵阳 在天津春晚上演出 今年也是带着冯赵阳一起演出 还亲自给冯赵阳讲活 不得不让人羡慕